滿滿的螃蟹蝦子 一旁還有現切生魚片 旱來海港餐廳以海鮮咖啡為名 即使平日下午也座午虛席 待二月一號起宣布漲價 那今年真的是已經承受不住 這個通膨這個漲價的壓力 那麼必須要做一些微幅的調漲 吃咖啡可以看高雄港灣 但在旱來海港餐廳 二月一號起除了台北市以外的分店 都得漲 平日加入五晚餐 漲價三十到六十元 平均漲幅六趴 另外還有高雄萬豪酒店 年前的時候 我們各項的食材成本都已經上漲 那其實我們也都是堅持到最後一刻 所以調整的幅度呢 大概平均在八個Percent左右 萬豪酒店兩家Buffet餐廳 通通都漲 好想自助餐廳 平日午餐晚餐都漲價五十元 假日漲了八十到九十元 漲幅八趴 另一間素食自助餐廳 平日假日早午晚餐 通通都漲四十元 漲幅六趴左右 那個菜色什麼的 我們都很喜歡的話 我不會因為價格調漲了這一點幅度 而改變我的消費習慣 平均我們都會一個月去升級 現在就改了 因為連上集團高雄 爬里巴黎主打的 無貨街料理也漲價 平日假日午晚餐 調漲三十到八十元 漲價三趴到十一趴 另外台中林酒店 早晚漲了九十元到一百元 通通都漲 通通的問題 我是認為我是可以接受 物料上漲民眾多霸還能接受 蔡英燕撐過疫情 但擋不住物價上漲壓力 吃便貴 民眾得多掏錢 三熊胡適英里祥議 溝雄台中採訪報導